哎呀 你说我要不要给我父母也买点礼物啊 买点什么礼物呢 所以说呀 这男人想孩子呀 都是假想 只有女人想孩子才是真想 啊 你看我 满脑子就是家 冉冉和你 你呢 满脑子都是你爸妈 什么时候啊 你能对冉冉像对你爸妈那么好 我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也想孩子 然然也是我的女儿了 瞧 我怎么没听说你要主动给然然买点什么礼物呢 嗯 竟想着你爸妈了 还有 我马上回娘家了 苏纯 您想过给你丈母娘备点什么礼物吗 你暗的什么时候 啊 小孩子跟你是跟我不亲是吧 可是你亲孙子呀 你太过分了 你没有打到老人这个家门口的 你那个亲爱的孩子你都要用上 啊 让你自己看 你这个妈 你这个妈真的是成事不足怪事 不是我说 我看这个家 就对她一个 李亚平 我们要回到以前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俩就这样吧 啊 客客气气的 哦 我还是不同意的 你去离婚 我马上签字 是吧 孩子归我 房子归我 哦 你对着你亲爱的妈 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 你们不管 我要是还想跟我过的话 我告诉你 我去跟你妈说 请她闭嘴 啊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家 只能有一个人说我算 那就是你 你跟我讲一句实话吗 我现在是看你可怜 我是可怜 负责受了她 我要抓到我手机 请你们光是个孤单 一对老夫妇在自己的家中被杀害 凶手居然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和儿媳 而老两口的尸体竟然在凶手的家中藏了一年多 云口大石桥高坎镇下土台村的村民发现 今年五十多岁 常在村里走动的孙长久和卢素英老夫妇俩 已经一年多没有在村里露面了 儿子孙亮却总拿着父亲借给别人的钱的欠条 到处讨债 村里就是有不少老百姓就问这个死者的这个 就翻了钱 也在他儿子 说你父母干嘛去 他还说是上四川打工 但是你四川打工 他都清楚 他是死者的姐姐妹妹兄姐妹 都不知道 根据当地人的习惯 老夫妇绝不可能把欠条交给儿子去讨债 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通过调查 警方怀疑老两口已经不在人世 而老夫妇的亲生儿子孙亮和儿媳王玉 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于今年二月十八号将两人抓获 犯罪嫌疑人孙亮交代 妻子和公婆长期感情不和 多次怂恿孙亮杀死自己的父母 甚至以离婚相要挟 他以前就提过 要不他把孩子带着不跟我过 要不把我父母杀了 在妻子的劝说下 孙亮竟然对亲生父母下起了毒手 09年的1月17号5号 孙亮夫妻商量好 为了屠材 将其母亲累死在其屋内 然后你带其父亲回来的时候 两人共同作案 又用铁棒将其父亲打死 然后你这个将其父亲的掩埋在 自家的炕下 然后你围到现场 把那个炕又重新恢复原状 把其母亲放在其自家的北屋 仓库内 这里是位于营口 大石桥高坎镇下土台村的灭爱现场 犯罪嫌疑人将自己的父母杀害之后 将两位老人的尸体呢 都放在了东边的两个屋子里 为了掩人耳目 还将门锁死 以防他人发现 将其父母杀害以后呢 他从其父亲身上 翻取现金七千元 并将家中的 近万斤的水道变卖 将其父亲的烧热车变卖 然后以后又追讨 其父亲的欠款一万多元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 都汇货一口 不是也 我都不如一个处 听这个论坛 今天是第二天 明天后天还两天 真受教育 真听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了 不复杂呀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有这个家庆卷说 一定给他们叫过来 听这个论坛 就能够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 这是真的 在第一天 我们跟大家讲过 癌症是怎么来的 结石是怎么来的 这位老师啊 他来自天津市的郊区 是一个地道的 种地的农民啊 种地农民啊 他曾经多少次啊 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啊 他自己两次要喝农药自杀啊 什么原因呢 大家一听 他怨恨他的婆婆 怨恨他的丈夫 他有一个观点 婆婆不是妈 哎 婆婆跟我们不是一家人的 就这一个观点 差点没让他家破人亡啊 我们也是来看 这个灾难的种子是什么 他小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我在小的时候 就是从来不懂得 什么叫柔顺 自己做错了事 爸爸妈妈管我的时候 就是特别恨他们 从来就是父母叫不去听 父母则不顺承 还有我自己特别自私自利 凡是我自己所有的东西 从来不让弟弟妹妹 别人去摸一下 有一次我的妹妹穿了我的一身衣服 我就和我的妈妈打了好几天 我自己还特别强势 我的弟弟妹妹 同年龄的小伙伴 如果谁不听我的话 我就非把他们给打服了不可 这么多年来 从来就是这样 小的时候非常霸道 父母的话也不听 那么长大要结婚了 准备嫁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我从长大懂事以后 就是特别恨婆婆这个称呼 然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我自己就在想 等我结了婚以后 我一定不和婆婆在一起过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应该找一个老实听话的 好管理的对象 好管理的 结果真找到了吗 结果找了 就是我现在这个丈夫 她是特别老实憨厚 并且是一位孝子 就是我带着婆婆 不是妈妈这个观念 结婚了 结婚以后 马上就要求分家 在结婚二十多年 这段时间里头 我从来没管婆婆 叫过一句妈妈 没管公公 叫过一句爸爸 婆婆有病多难受 我从来没端过一碗水 没给送过一次药 那么结婚之后 就要有孩子了 在那个时候 对婆婆也是怨恨 也是对立 是吧 是 就是因为我心里头 特别恨我的婆婆 因为婆婆从来没得罪过我 所以说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就是恨婆婆 所以有什么事 从来不找婆婆商量 然后在我该生孩子的时候 婆婆要跟我去医院 我那时候就告诉我 您别跟我去了 我自己去吧 然后我婆婆就特别疼我 结果就跟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 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然后他喝奶就是吐 一喝奶就吐 然后就是没白夜 没黑夜的哭 一直到了三个月的时候 才见好 这个孩子 一直到了十四岁的时候 就是这十四年当中 他没有一天不吃药的 特别难养 人生遭了难 生病也好 意外的灾祸也好 甚至夭折 死得早啊 大家找不到原因 不知道 你看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啊 生病十四年 常常吃药 什么原因 不知道 你问医生 医生也不知道 老祖宗知道啊 古圣仙仙 教给的太明白了 这个女子 做了妈妈 做月子 当产妇了 有两大忌讳 头一个 不能够生气发脾气啊 第二个 不能够悲伤落泪 只要你是在 产妇的时候 坐月子的时候 你发脾气 生气 着急 上火 你怨恨 你悲伤 流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 回去跟家人讲啊 跟朋友讲啊 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 这个产妇啊 他产生的毒素 那他心怀啊 产生了毒素 把这个乳汁啊 都污染了 乳汁都污染了 那个乳汁一污染 就变成了啊 毒乳 有毒的乳汁啊 那个孩子啊 五脏六腑非常脆弱啊 喝了之后 喝了这个毒奶啊 轻的 不好养 常常生病 重的就 腰折 就死掉了 谁造成的 妈妈生气 妈妈悲伤 造成的 你看看 这个老话 已经讲了几千年了 这个妈妈 没听过 从来不知道 你看她怨恨婆婆 结果自己的孩子 十四年生病 谁造成的 你造成的 你不学传统话 你不懂啊 你会做妈妈吗 会做产妇吗 不懂不懂 不懂那个孩子 都跟着受罪啊 哎 那么 过日子 过日子 还是怨恨呢 恨婆婆 还恨丈夫 为什么呢 这个丈夫啊 她孝顺自己的父母啊 那她看着生气啊 结婚这么长时间 我对我的丈夫 控制的特别严 只要到我婆婆那边 我就找她打架 然后有一次 我问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 我丈夫去爸爸妈妈那边看一看 到了该吃饭的时候 我看我的丈夫不回来 然后去我的婆婆那边找她 我到屋一看 我的丈夫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挣吃饭 但是我就是火冒三丈 我就在想 如果说你总和你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们之间就不会有感情 然后你把更多的感情去投入到爸爸妈妈那边 然后我们这个家就不像个家了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恨她 您的意思就是要控制丈夫 是 让丈夫听自己的话 对 同时呢 你必须就得听我的 同时跟自己一条心 咱们是一家人 你爸爸妈妈好赖死活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就这想法 是 就是不想让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然后我到屋里一看 她坐在吃饭呢 我就把她拽出来了 当时我是看我婆婆这个菜刀在哪 因为当时没有看到 所以我把她拽到我们院里以后 就是抄起这么大的那个盖房的砖 然后我就朝着我丈夫的后脑 狠狠地砸下去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说这一砖砸死你 我给你偿命 我认头了 我们听见了 大砖头照着自己丈夫后脑勺砸呀 那如果砸上之后 那不是砸残废了 也得砸死啊 这是真的呀 什么原因呢 丈夫去跟爸爸妈妈吃个饭 受不了了 你看看 我们接着在问 如果这个丈夫要是给爸爸妈妈钱 您什么态度啊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给我婆婆买过一双袜子 没主动拿过钱去给我的公公婆婆 这么多年以来 我的丈夫给自己爸爸妈妈钱 都是背着我给的 我从来不知道 然后就跟我说 不给他们钱 就是这样告诉我 07年春节的时候 就是我的丈夫给了我婆婆二百块钱 当时我不知道 等我知道了以后 我就已经都要气炸了 我就在想 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挣下来的 必须得攒在存在我们家里头 不能给你的爸爸妈妈花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你自己的姐姐妹妹弟弟 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这钱是我的 就是我的 就不能给他们花 当时我知道了以后 就是 腾心和他找啥 然后 我们俩又打起来了 这一次是抄起来一个 就和我胳膊汉一样 就是这么 这么汉的一个大棍子 然后又照我丈夫 就是脑袋这致命处砸下去了 当时还是这一个想法 我打死你 我给你 偿命 我认头了 就是因为你不听我话 所以我就要 致死你 大家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 我们今天在报纸上 看到很多这样的儿媳妇 这样的太太 杀丈夫 打丈夫 骂丈夫 各位观众 为什么 大家就要问了 那么粗的大棍子 打脑袋呀 后脑勺啊 那是轮圆了 一下能打死人呐 大家就要问了 哎 这是个女人吗 这是个太太吗 她怎么不正常了 她怎么不是人了呢 我们昨天跟大家汇报了 人 为什么她不是人呢 她本来是人 她怎么不是了呢 三字经第二句话 狗不叫 姓乃千 你要是不教育她 她那个人性就扭曲了 厨房的油灯号啊 被污染了 六亲不认 没人味了 人性一点 透露不出来了 人事不会做了 那你要问为什么呀 厨房的油灯号被什么呼死了 油烟子是代表什么呀 自私自利呀 贪心呐 你看这个老师 眼里就我们家 你父母死活 跟我没关系 我们就自己过日子呀 你看看 人性被扭曲了 她让丈夫干什么呢 不能给公公婆婆钱 不能给你父母孝顺 交给自己的丈夫 大不孝啊 违背人伦的 这不是人了 她怎么样呢 各位观众 人要是不做人事 她一定会受到一个 极恶的反作用力呀 因为她的作用力极恶嘛 她一定会受到一个 极恶的报应啊 先听这个老师的身体 再听她心理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今天就不是人了 我就骂你父母 我就打丈夫了 你不要着急 警察不来找你呀 灾难找你来呀 哎 一个都跑不掉啊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我们来听 我结婚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丈夫的管制 就是我丈夫 只要到我婆婆那边去 我就找她和她打架 然后结婚六年的时候 我就是在这个甘区这个部位 整天发账 然后就是吃什么 吐什么的 结果到医院检查 是严重的肝病 肝病 胆结石1.4 哎 大家听到了 并伴有严重的胆囊炎 哎 这个胆结石长出来了 昨天我们大家听到了 那一罐 小玻璃罐里全是石头啊 听一听这声音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玻璃瓶里边呢 装的是什么呢 装的是石头籽 大家听听 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呢 我们告诉大家 胆结石 肾结石 胆管结石 哎 你的血和肉怎么变成石头了 最坚硬的石头啊 哎 最柔软的血和肉变的 你是怎么变的呢 怨恨啊 他天天扭曲啊 恨死他了 哎 扭曲到最后 最柔软的血肉 能变成最坚硬的石头 香 有心生 精 随心转啊 有人讲 哎 我也怨恨 我怎么没长石头啊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长啊 六年三年就这样了 量变 到质变 不是不包 时辰味道啊 还有啊 这身体还有毛病呢 然后就是在我脖子 这个这个 这个部分 整个全肿起来了 在我肩上 这就是起了这么大一个包 然后回头的时候 总是整个转身 才能回我头去 在这个脖子 就是 胀起来 我喘气喘不出来 吃饭 总是要用水去往下送 才能咽下去 就是犯的最严重的时候 我整天是坐立不安 睡觉都睡不了 然后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用一个枕头放在桌子上 我只能趴在枕头上睡觉 就是好像用几只手 再掐着我的脖子一样 到医院检查 他西医说 你这是累的 没有什么病 请老中医给我看 结果老中医说 你这是气血不通 整个气血全溢在这脖子上了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脾气 将来以后 等这个脖子一发烧 一溃烂 你这病就没有了 这个脖子上啊 肿了个大包 是 坐卧不宁 是 就是传气都传不过来 我问一下 多长时间 十三四年吧 我吃药最多的时候 就是一次用了二百副汤药 然后不算是西药 就是这样 已经就连续用过好几次 都没管事 我们大家很多人 也有这个问题 我吃这么多药 怎么不管用啊 什么原因呢 你的细胞都扭曲了 细胞为什么会扭曲 你心扭曲了 人性扭曲了 我们要反省啊 我们做了太多 不孝 不忠 不仁 不义 不怜 不齿的事情啊 这是真的呀 你那个心不改 你把那个药铺吃倒了 你那个病也好不了啊 十三年 不管用啊 就是已经都喘不出气来了 憋得我实在太难受了 就用罐子拔的时候 拔出来的全是大血块 血块 是 结果就在这个脖子部位 拔了三个月 到现在就在这个部位 还有一个大伤疤 就是因为拔罐子拔的 我们大家就要问他 这个血液不都是液体吗 人的血是液体 它怎么变成块了呀 各位观众 扭曲了 都凝固了 就这么简单的 你如果要是问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要问医生 你问你自己 你天天怨恨 你天天扭曲啊 你这一扭曲 我们看日本那个江本生 博士做的水实验呢 你整个的血液 整个身体的所有水分 全部扭曲了 扭曲的时间再长一点啊 他还就不回去了 他天天这么拧着 拧着他就变成了血块 到最后变成了肿的囊肿 肿瘤 最后变成石头 变成癌症 变成栓塞 变成所有的疾病 就这么简单的 像有心生啊 我们看到 这是这个老师啊 他不会做女人的 他违背人伦了 我们再来 他听听他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气压 结果就和我分居了 到妈妈那边去住了 家里头只能剩我和我的孩子 在这时候 他因为不在我跟前 所以说找不着出去的 就只能用我的手 在墙上狠劲的去打 然后用头使劲的去撞墙 那时候我的怨恨心 就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总想把我的丈夫 捏在手里头 就是把他刺一个粉碎 他在家的时候 我就对我的丈夫说 你上班走的时候 路上碰到汽车 就能把你压一个 腿舌胳腊烂 把你撞死是最好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有钱 我就会找人把你弄死 我不会让你快活着的 各位观众啊 我们问问周围的人 看看周围的人 再看看自己 我们要警觉啊 警觉什么呢 那个灯泡啊 厨房的油灯泡被呼死了啊 人性扭曲到了极点的时候啊 他什么糊涂事情 都做得出来啊 什么不是人的事 都干得出来啊 为什么呢 人性极度扭曲了 他杀不了丈夫 他还要杀自己啊 就是他走了以后 我自己这个怨恨心特别强 然后我折腾 把我自个儿折腾麻木了 我可以蹲在墙间 或躺在哪儿 能稍微歇会儿 就是这么多年 我没睡过一宿的安稳觉 有时候几天都不睡觉 几天都不吃一顿饭 然后走到街上的时候 头不梳 脸不洗 把孩子领到街上 我有时候就把孩子放在那儿 自己都不知走到哪儿 那时候 就是整个精神都已经是麻木了 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从来没有什么知觉 有一次看到孩子摔倒了 当时我就在想 我这个妈妈还有什么用呢 真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 我就不想再活着了 我就 我头一次就是 拿进我们家的农药瓶子 我宁靠以后就抱到嘴里头 这是 农药 是 这是我的孩子就看到我了 就跑到我的跟前 然后 就直接抱着我的腿 告诉我 妈妈您可别死 如果你死了 我就 没人管我了 妈妈您要管我 当时看到孩子这样 自然也挺心疼的 所以就是把农药瓶子放下了 可是就是因为恨我的丈夫 恨我的婆婆 所以我不知道 什么叫快乐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就是看到别人家里头那么幸福 所以我自己就是特别特别羡慕别人 自己就总在想 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我自己没遇到好丈夫 没遇到好婆婆 就是那时候我晚上进不去屋 因为进到屋里头 我就整个人就爆炸了 是的 然后就是白天去野地里头 就是大声的喊 拼命的喊 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心里这样 咽气发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活得特别特别痛苦 然后就是我第二次又拿起农药 又喝 然后就说这个已经都咽下去了 我的孩子因为他那时候都特别有心 就是总看着我 就是怕把邻居的大声给叫来了 然后就是只跪在我的面前 让我妈妈妈 您千万不能死 你要死我就真没人管了 姐妹们 当时你是不是 是一什么样吗 我要活我活不起 要死我死不起 我真是太难受了 就是我整个被怨恨 就全给包围了 像无数小绳索一样 把我捆得结结实实 使我不能挣脱出来 我真是太难受了 我们大家听到啊 人的痛苦 谁造成的 身心不和谐 谁造成的 身不和谐 他生病啊 重病啊 心不和谐 要自杀啊 太痛苦了 谁造成 自己造成 自己控制丈夫 怨恨婆婆 最后 想要得到得不到啊 什么原因呢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什么原因呢 贪心了 太贪婪了 哎 就是想控制啊 这个时候 把他的人性 全部扭曲了 那烦过来啊 他很有福报 他们这个家庭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送给他们一套啊 论坛的光盘 他这一看呢 这个老师 看了一天一夜 看明白了 六十几十回 最好做过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公益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当时我周围有一个姐妹 是学传统文化的 她给我一套光盘 就是咱们论坛的光盘 她说 你看看这套光盘吧 你这么多年 为什么痛苦 你就从这光盘里边 就能找到答案 并且还能让你解除痛苦 我当时拿到光盘以后 只看了一天一夜 看完以后 我明白了 我是一个女人 女人的四种身份 我都没做到位 我所作所为 都是违背伦常的 所以就遭到了恶报 让我有病 让我遭受车祸 让我自杀 头一个 我就是不恨我的丈夫了 因为作为人 应该是以孝道为先 我的丈夫 孝顺我的公共婆婆是对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心里 挺感激我的丈夫的 我然后就是到我的丈夫面前 去给他磕头 给他赔礼道歉 给他洗脚 哦 来了 是 就是看完以后吧 看完这些老师讲的以后 我也明白了 我应该在婆婆面前 这时候我婆婆所有的好处 我就都想起来了 这么多年 我的两个孩子 是我婆婆给我带大的 就是每到冬天 婆婆总是把棉衣服给做好了 这么多年我过日子 遇到什么问题 都是我的公公婆婆 在给我遮风挡雨 今年您都五十岁了 从来没有想过婆婆有多好 是 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哎 他怎么一看这个 他就都想起来了呢 他怎么过去 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呢 你对他再好 他没感觉 他为什么现在有感觉了呢 我们跟大家讲 厨房的那个油灯泡啊 他呼着再死 他不透亮 就好像啊 你今天对他再好 他没感觉 但是怎么样呢 你一教育他 一给他看这个光盘呢 他就像那个 用洗涤灵一擦那个油灯泡 他马上他就明白了 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他过去为什么不明白呢 他呼死了 他对他再好 他想不起来了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 把他困得死死的 包得死死的 所以你今天再跟他说什么 听不进去啊 那是真的 当时我就跪在我婆婆的面前 我对婆婆说 我说妈妈 我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进过孝心 现在我学习传统文化 看了传统文化的光环 我知道我错了 五十年了 姐妹们 五十年了 从来没认过错 是我五十了 今天 我从来没认过错 我都是说别人是错的 我是对的 今天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真知道 我确实是错了 给我婆婆课堂 然后我对我的婆婆说 我说妈妈 毕竟过去二十多年了 时间过去永远不会再来的 可是我愿意用我十年 二十年的寿命 来换取您十年 二十年的寿命 就是请您 多给我留一点 镜像时间 盼望老婆婆呀 老公公能多活几年呢 是 老公公婆婆多大年岁了 我的婆婆今年七十六岁了 我的老公公今年八十岁了 老公公就是 因为这么多年和我生气 让我气瘫了 就是气瘫了 已经是三年 瘫痪在床啊 是 这老人家八十岁了 不能动了是吧 是 就是神秘生活都不能自理 这么多年 就是我婆婆一手照顾 我从来没给断过一碗水 没给请过一次医生 就是在我懂得道理之后 我发愿 我要让我的公公站起来 所以那时候 我就给公公买来了泡脚药 买来了泡脚筒 给我的公公洗脚 给我的公公做按摩 我对我的公公说 我说爸爸 这么多年是我不孝 把您给气成这样 所以我从心里 我就有这么一个大的心愿 我一定要让您站起来 那么然后呢 当时我的公公就是用一种 渴望健康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跟我说 说孩子 我谢谢你 这时候我就是不怕累 就是每天给公公做按摩 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见到什么效果 当时我的公公灰心了 就告诉我 你别给我做按摩了 这么多瘫痪的人 都不能站起来 我想我也是这样的人吧 你的心情我知道了 可是姐妹们 我不甘心 因为我要在我的公公面面前 迹象 所以 要赎罪 是 所以我就记住 校经理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孝季之志 能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当时我就是用这句话 作为我的动力 所以当时我知道 离我们家 爱日多里地 有一位按摩师 他是特别有经验的 当时我找到这位老人 我就给这位老人跪下了 我对老人说 我老人家 您要成全我 要帮助我 我的公公让我也气瘫痪了 我给做按摩 一个月不管用 您一定要帮助我 当时老人家 就是特别受感动 然后 就是把这自己的 这么多年来的 就是最关键的方法 告诉我 我按照老人 教育我的方法 回到家里以后 给我的老公公做按摩 半个月过去了 老人家的腿就能动了 能动了 是 能活动了 我们在大屏幕上 看到的这位老人家呀 就是这位老师 八十岁的老公公 腿能活动了 后来呢 就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公公能下地走路了 能走路了 是 三个月 哎 这我们看到啊 这从家里走出来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家里盖房 我的老公公能有三轮车 给我推转了 骑三轮车了 是 哎 我们看见了 各位观众啊 让我们记住这个照片呢 他的老公公八十岁 瘫痪三年了 不能动了 结果 命好啊 遇到传统文化了 这一家人遇到之后啊 这个儿媳妇啊 怎么样呢 相信孝经上讲的真理 孝替之至 通与神明 那个神明什么意思呢 人心啊 自然规律啊 不是神仙 不是那个意思啊 然后怎么样呢 无所不通 哎 你看到啊 是吧 你看到啊 我们在看这个照片 对 你看到啊 哎 这个老公公啊 现在多健康 那个笑容 我们印象太深了 是吧 为什么呢 真的是啊 人是交的好的 五十岁的 这么饿的儿媳妇 要不喝农药 要不要杀丈夫 你说这么一个人 一套光盘 论坛的光盘 一套 哎 人家不但自己改好 给婆婆磕头认罪 还能把呀 哎 老公公啊 用按摩的方法 在医药的配合下 还能治好 有人就讲了 哎 我怎么 我也按摩去 我给我们家人啊 我怎么达不到 这个效果呀 各位观众 笑经上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 笑替之至啊 你的笑心得达到 几点啊 你得真诚 你的心还不够笑啊 还不够笑经 还不够仁爱 所以他达不到 这个效果 无所不通 什么叫无所不通啊 你整个的身体 哎呀 你说我胳膊疼 我这腿疼 我这拴腮了 我这得癌症 我这得 得肿瘤了 为什么他堵住了呢 你本来应该是 无所不通啊 哎 笑经上讲的 正常人都是 无所不通啊 你为什么不通了呢 头一句话 我们听到了 笑替之至 他才无所不通啊 你不通 是因为你不笑啊 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我为什么生病啊 这堵了 那拴住了 想一想 我不笑啊 真的不笑啊 我们对照 古圣先贤的教导 什么叫笑啊 第一个 笑顺的顺 你做到了吗 你说给他钱 给他吃的 给他喝的 那你顺着父母吗 不顺啊 你天天惹他生气啊 你这是大不笑啊 笑顺讲什么呢 头一个 养父母之身 你养 给他吃 给他穿 给他住的 最低级的呀 你说我们养驴 养马 养畜生 还能做到这一步 那是最低级的呀 第二个 笑顺 养父母之心 你让你父母天天愉快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不笑啊 第三 养父母之知 父母有愿望 希望实现什么理想 让你成为一个好医生 光宗耀祖 成为一个好老师 你能实现父母的愿望 这个志向 哎 你是大笑啊 志向是什么呢 养父母之灰 让爸爸妈妈 让爷爷奶奶 长辈啊 他的智慧打开啊 你是志向啊 小笑 中笑 大笑 志向 我们都没听过呀 所以你不笑 没人教啊 你不孝顺呢 你最后身体堵住了 哎 什么原因 自己不孝造成的 这我们听明白 我们不信 来问问这个老师 他现在孝顺父母了 他身体怎么样呢 我们听听啊 学完传统文化以后 我不再恨我的丈夫 不再恨我的婆婆 所以我心里就没有恨了 当时我吃药以后 在我脖子这个部位 就是他这皮肤自己就是裂口 然后往外流黄水 排毒 对 留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这个包就基本上是平了 到现在为止 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没了 我们刚才听到了 他脖子上这个大肿包啊 十三年了 一生治不好啊 他自己忏悔 他那个心呢 不再扭曲了 恢复正常了 向随心转啊 净有心生啊 他改了之后 那大包我们是看不到的 这是真的 胆结石怎么样了 胆结石从1.4 色小到0.3 还有1.1小块 然后就是肝病 已经没有了 就是肝脏几乎接近正常了 胆囊炎也没有了 各位观众啊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是真理啊 你那个心要是坏了啊 你不生病谁生病啊 真的呀 笑剔忠心 礼义廉耻 人爱和平 是人心正常的样子 你不忠不孝 不仁不仪 不怜不耻 你就是扭曲你的心的 心扭曲了 你整个的血液细胞 全部扭去了 就这么简单的 采访的最后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老师 他怎么这么倒霉啊 谁当初教给他这么一句话 婆婆不是妈 他就相信这句话了 你说他这一生 哎 五十岁了 多悲惨啊 差点没家破人亡 我们来问一下 谁教给他这话 我生长在农村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农民 他们从来没学过传统文化 也不懂得什么是孝道 所以在我妈妈结婚时间不长 就因为分家产和我的婆婆 和我的奶奶打架 就是您的妈妈和她的婆婆就打 对 打多长时间 他们打了三十年 打的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在我七八岁 那时候 总要把我们藏到邻居家里头 他们当时是打得非常严重的 所以在那时候 我就特别恨我的奶奶 我就知道 我的奶奶 是我妈妈的婆婆 我的奶奶不是好人 所以我就讲了 所有的婆婆都不是好人 所以那时候就骂我的奶奶 骂奶奶呀 是 就是 那妈妈交给您什么呢 我妈妈有一次病倒了 然后就是拉着我的手告诉我 如果说你是一个男孩子 就能给我出去 能给我报仇了 报仇 对 所以那时候 我就总想 我自然跟男孩子一样 多好啊 就是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 我真把我的姑姑给打了 真打自己的姑姑了 是 报仇了 对 那时候我就四个还挺高兴的 这回妈妈我真给您报仇了 各位观众 我们听到这位老师讲到这儿 他整个的五十年 他的一生 我们全都听明白 听明白什么了呢 古人交给我们的话是真理呀 中华先祖讲的话 我们真的要照办啊 奉行啊 什么话呢 好人是交出来的 坏人也是交出来的 我们就明白了 这么饿的媳妇 这么饿的女子 也是交出来的 谁交的 他的妈妈交的 他的妈妈跟他婆婆打了三十多年 你要是去问 今天我们的家长都不认账 我可没让我的孩子 过这么悲惨的一生 你怎么能说是我交的呢 他不了解真相啊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 身教重于言教啊 你做什么 比你说什么 对孩子的影响那大多了 孩子不听你说什么 他看你怎么做 自己的妈妈跟奶奶 就是跟他婆婆呀 打了三十多年啊 这个孩子从小就认为 婆婆不是妈 婆婆不是好人 他亲口骂自己的奶奶呀 谁交的 他妈妈交的 交什么呢 你一定要给妈妈报仇啊 你看看 报仇怎么报啊 你去骂你的奶奶 打你的姑姑 我们这个做妈妈的 交给自己孩子什么呀 大不孝啊 违背人伦 大逆不道啊 你怎么敢骂你的奶奶呢 怎么敢打自己的亲人呢 打长辈呢 你这是交给他 不要当人了 谁交的 妈妈交的 我们这才知道 灾难怎么来呢 交出来了 所以他的一生悲惨呢 有根源呢 养不教 父之过呀 父母的过错呀 要不要怪父母 不要怪他 为什么呢 他的妈妈也没人交 没那时候 哪有这个论坛呢 没人讲啊 传统文化 古圣先贤 三重四德 女子 富德女道 全部被打倒了 我们这才知道 传统文化 断了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之后 我们今天 吃尽了苦头啊 人不会做了 人跟人怎么相处啊 那个规律啊 没人交了 乱来了 自私自利了 所以我们这才知道 你的孩子的一生 真的是在你自己的掌握里面啊 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呢 你会当妈妈 会当爸爸吗 我们第一天就问大家这个呀 很多人不以为然 那有什么了不起 有钱就有一切 不是那么回事啊 采访的最后 我们来听听这位老师啊 对天下的女子 有哪些忠告 台下的姐妹们 阿姨们 因为自私自利 因为怨恨 因为我人性扭曲 违背人伦 所以从小到大 我就是看谁 都不是好人 和谁都对立 所以我没有一个 知心的朋友 我痛苦了五十年 我不懂得什么叫快乐 什么叫幸福 姐妹们 如果您和我一样 如果您周围的亲戚朋友 和我一样 您一定要告诉他们 千万不要学习我 我是用血和泪 乃至生命 给您们写出了一部 反面的教材 您一定要一意为戒 千万记住 不要学习我 佛学走的路 是一条死路 是一条不归路 一定千万记住 再有 就是 在伤害我自己的同时 也伤害了我自己最亲的人 我的婆婆 我的妈妈 都因为我 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每年住院两次 我的老公公 也让我给气瘫了 然后 就是受到伤害的 还有我的女儿 她今年二十四岁了 在石家庄 听完论坛之后 孩子就跟我说 她说 妈妈 我本来 我不想把这些话 说给您 我是永远都不想说的 可是我听完论坛之后 我明白了 我要告诉您 我从小到大 就一直看着您 和我的爸爸打架 每当我看到别人争吵 看到您打架的时候 我总是心惊肉跳 总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 到现在为止 我都真不想成家 我觉着太可怕了 所以 您知道吗 我心里头 最痛苦最痛苦的了 您一定要把我的呼声 带给所有的阿姨们 带给大哥的大姐姐们 告诉他们 千万千万别再打架了 给孩子一个幸福 美满的家庭吧 谢谢阿姨们 谢谢大姐姐们 这就是我孩子 想要让我转为大嫁的 我闺女 丁最后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妈妈 如果说我不认识传统文化 我都不想再活着了 活着太没有意思了 姐妹们 学着传统文化 我能明白了 如果说不学传统文化 我一直会糊涂到死 所以说 我如果从现在开始 给咱们的老祖先磕头 就是磕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都表达不完 我对老祖宗的感恩之心 所以台下所有的观众们 您们要学传统文化 他能让我们趋吉避凶 能给我们改变命运 再有 我还想向姐妹们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 还心如虎把我们养大的 我们的丈夫也是一样 我要说 我的丈夫是我婆婆生的 我们千千万万姐妹们的丈夫 是千千万万婆婆生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婆婆们 才让我们姐妹们终身有靠 才让我们有了幸福的家庭 所以说 我们婆婆的恩德 和我们妈妈的恩德 是一样的伟大 我们要从心里头 感恩我们的婆婆们 我们要无条件的 孝顺她们 我要说 婆婆就是我们的妈妈 在这里 我祝愿天下所有的婆婆 健康长寿 在 采访的最后啊 我们大家非常感慨 喝了两次农药 如果说没有人给她那个光盘 在今年呢 四月份之前 如果没人给她那套光盘 这位老师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正叫家破人亡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哎 多可怜呢 我们知道啊 真能救命啊 真能不让你家破人亡啊 一套光盘 一场论坛 我们大家刚才还听到 她的女儿啊 也要自杀 她的妈妈 就这个老师的妈妈 把灾难传递给了她 她又把灾难传递给了她24岁的女儿 我们看到 灾难是怎么来的 一代一代交出来的 传下去的 所以你会做女人吗 这个家里要没有一个好女子 那个家可就完了 所以我们听明白了 真正的觉悟了 你做一个好女人了 你的家庭一定幸福啊 所以我们劝各位 大家回去之后 不要再跟婆婆公共啊 岳父岳母 不要再跟他们打了 回去给他们老人家鞠躬 磕头洗脚吧 你真的 有福报 你真的 有福气 你幸福人生 就开始了 我们感恩这位老师 谢谢 今天的人们 不会做婆婆 不会做儿媳妇 这是发生在 2011年5月24号的一个新闻 婆婆和儿媳妇 常常吵架 一时想不开 婆婆抱着孩子 从楼上跳下来自杀 祖孙当场就摔死了 婆婆只有51岁 而可怜的孩子 只有11个月大 案件发生后 儿媳妇已经被警察带走 现在家里只剩下丈夫一个人了 这是她抱头痛哭的场面 我们相信像这样的家庭 如果原来学习过传统文化 学习过做人的道理 看过老师们的汇报 看过论坛的光盘 这样的悲剧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因为自私自利 因为怨恨 害了我50年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不懂得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快乐 我是用血和泪 乃至生命 给大家写了一本反面教材 姐妹们 一定要引以为戒 如果您还像我这样 如果您周围的亲戚朋友 还有和我一样的 您一定要劝告他们 赶紧收住脚步 别往前走了 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那是一条不归路 是猪腹 如是父 是猪凶 如是凶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在寿光 有这么一个当儿的 下午的时候 我看那个片子 差点没办法被气死 他那个爹呀 刚刚去世三天 他那一家人 就把76岁的老妈 给扫地出门了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 在寿光市 孙吉街道办事处 孙家村的村委办公室里 一位看上去很瘦弱 头发花白的老人 躺在用两张椅子 堆起来的床上 床上只有一床 破褥子和一件军大衣 村主任讲 老人是被儿子和儿媳妇赶出来的 老人叫冯淑秀 今年76岁 四天前老伴刚去世 在老伴去世的第三天 也就是出病的当天 儿子和儿媳妇 就把他从家里给赶出来 自从被赶出家门以后 冯淑秀老人 大多数时间都躺在 用椅子堆起来的床上 很少说话 村民看到老人可怜 都纷纷的给老人送来了 吃的喝的 可是老人对村民送来的东西 几乎就没动过 他想不明白的是 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 怎么会在老伴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把自己赶出了家门呢 冯淑秀老人 已经在村委办公室里住了四天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父亲出病当天 妈就被赶出家了 三个闺女一个儿 谁都不来看看 你说这还有点人味吗 那这个当儿的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老人最后该由谁来养呢 我们邦邦就准备跟这村主任一块儿 到这儿子叫孙凤国啊 到他家里头 去说说理解 邦邦和村主任一起来到了 冯淑秀的儿子孙凤国的家里 老人的儿媳妇对邦邦说 把婆婆赶出家门的直接原因 是当天给去世的公共上坟引起来的 原来当地有一种说法 上坟是不按原路返回对后代不好 而她的大姑姐在上了坟后直接就走了 可以说是犯了忌讳 当时婆婆说的话又不好听 一气之下 儿媳妇就把婆婆给赶了出来 慢慢希望儿媳妇高峰林 把老人的家门打开 让老人把衣服拿走 可就是这个小婶的要求 也遭到了他们一家的断然拒绝 在儿媳妇这儿行不通 邦邦试图从儿子孙凤国这儿得到支持 可是她的回答更是让人失望 孙凤国说 她和母亲之间的矛盾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邦邦再三协调 孙凤国最后同意 由三个姐姐把老人接走 她不再去找麻烦 随后 邦邦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冯淑秀的三个女儿 就在今天上午 大女儿打来电话说 在村围里住了五天的老母亲 他们已经接走了 刚才各位都听见了吧 这邦儿的说话是不是得气死人呢 枪毙了我也不管 省下来就对我不好 剩下你来就不闹 你这么做 枪毙了你也不觉得冤枉 就因为一句话 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 如果说老人有问题的话 那也是自个亲妈呀 有什么过不去的 什么深仇大恨呢 什么都不过了 三个姐姐你都不敢出来养妈 可见这当弟弟跟那弟媳妇 多么的嚣张啊 阿蘇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永远都不变的一句话 不孝顺父母的人 绝对没有好下场 你不信 走着瞧 这两天的汇报呢 感动了很多的人 比如说呀 现在有一位来自沈阳的观众 您老这边请啊 这个老人家呢 来您这边 这个老人家今年呀 已经63岁了 那么听了两天的汇报呢 深有感触 尤其是 呃 怎么做 儿媳妇 怎么做呀 妈妈 啊 怎么做 太太 老人家很有感触 呃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问一下 首先呢 就是您对这个论坛呢 呃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能参加这次论坛 我很荣幸 听了两天的课 我心里在震撼 听到在座 所有分享老师讲的忏悔 我觉得我做的恶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首先就是 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的婆婆 我曾经打过我婆婆嘴巴子 打过我丈夫嘴巴子 我这个丈夫 是我婆婆 抛斧伤的 而且在大年初二 您刚才说 打过自己的婆婆和丈夫是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在我婆婆已经死十二年了 那就是十二年前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做人 作为老祖宗的传统文化 我根本就一无所知 所以我造下这些恶 当我听完两天的分享 我心里在滴血 我现在想跟婆婆说一声 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主要就是 父老乡亲 姐妹们 千万不要 树于静而风不止 子于羊而亲不待 所以我现在下个觉醒 回家对我的先生 要顺 我在家一直就是一把手 压制了我丈夫四十年 而且我丈夫并不是不优秀 她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六五年的毕业生 她是受传统教育的 我由于是隔代教育 没有受这个教育 所以不懂怎样作人 在家就把这个家庭搞得一塌糊涂 儿女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所以我的一双儿女 也没有受到妈妈的 这个相扶教育的 这些个好的传统教育 五轮对我来讲 我是很陌生的 我并不知道怎样做女儿 做儿媳妇 做媳妇 做婆婆 所以哈 由于我造成周边的亲人 亲属 孩子邻居单位 我可以说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人家见到我都望而生微 见我就像一个大老虎 当我听了两天的论坛 我说一句肺腑之言 我感谢这个团队 感谢主办方 感谢所有的义工 昨天开始我心里觉得 你们是我心目当中最可爱的人 把我六十三年走过的这个道路 我觉得我要拨乱反正 回家我要 放到最低的位置 给所有家里的人做义工 而且把对我婆婆的这份遗憾 要加倍的 对我丈夫 要好好地相扶教旨 我要把这个爱 献给我丈夫 因为她是我婆婆的心头肉 我今后一定要 按照所有分享老师说的 要好好地 取用我这张嘴 去告诉周边的朋友 不要走我这条路 大家以我言以为戒 孔老夫子说 三音行必有我师 我是个恶人 大家不要走我这个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实质了 谢谢大家 这个老人家呀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应该也是啊 做奶奶 做外婆的年岁了 老人家刚才跟我讲 听了两天的课程啊 心里面特别的难过 如果不能够把这番话 讲出来啊 对不起啊 已经过世了十二年的婆婆 我们就想问 如果您老人家的婆婆 在台下 也能够啊 来听这样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课程 您打算 对您的婆婆 她老人家 说什么 或者做哪些忏悔呢 我会马上给我的婆婆磕头 而且让我婆婆原谅我的无质和不孝 而且我冲进以后 有这个机会 我要好好地敬叫婆婆 每天给婆婆洗脚 给婆婆温暖 给婆婆 婆婆要求什么 我都能做到 我这两天 确实我 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如果 打婆婆 打丈夫这个事 不讲 我这两天 觉都睡不好 我属时寝时难 而且我是 以泪洗面 我在楼下是 眼泪不敢 我觉得我这个机会 没有了 所以我特别后悔 我的四个老人 已经走三个了 走三个的时候 都是我在我不孝 而且横行拔道 根本就不会说人的话 我这张嘴特别损 说话就是刺激 就像刀子一样 都把人家挡的 受不了了 所以我特别感恩 所有分享老师 把我给救了 否则的话 我就是在受活地欲罪 我就是一句话 让大家别走我这条路 尤其这些姐妹们 我是隔代教育的产物 所以说隔代教育 特别麻烦 咱们中国知识通见所 爱之不宜道 主以害之 我就这么个产物 这个隔代教育 就是父母没有直接教育 由这个 比如说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来直接教育 是吗 是的 我是姥姥和姥爷 给我灌成这个样子 在家就是 谁也不许碰我 不许说我 特别做完横跋扈 在所有的位置上 不懂得老爷 不懂得什么父母的概念 我一概不知 就知道我说的话 就是圣子 你们不照办 那我除了打就是骂 应该因为都可以打 您老爷是63年 没有听过这样的课是吧 没有学过 当我听到这课的时候 我有一时候 接触到弟子规 当时我还恨我的母亲 说这么好的教育 为什么不教我呢 是有一盘光碟 说了一句话 说你这一生 贪不到通情达理的父母 是你自己没有福报 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 原来是我 没有这个福分 能够接受这个教育 而且 我就觉得 我怪父母 这是一个大不孝 所以谢谢 所有分享的老师 义工 主办单位 我这是肺腑之言 我而且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突然生起了一个念头 原来最可爱的人 就是你们这些老师 真诚地谢谢你们 把我这个地狱的钟声救了 好 谢谢老妈妈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好 这位老人家 这番话呀 其实也真的能够救很多的人 刚才呢 老人家讲到 子欲养而亲不待 当我们呢 想孝敬 长辈 父母的时候啊 他们已经不在了 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是终身的遗憾 刚才老人家呢 用现身说法来教育我们 如果你不把心里边呢 对父母 长辈的这种 歉疚啊 悔过呀 讲出来 忏悔出来 忏就是说出来 悔呢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 永远不再做了 这叫忏悔 如果你不能够把心里的这个 忏悔啊 讲出来 是第二次遗憾 深深的迷惑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念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一旦没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意料 祝愿地为你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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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求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意料 无论你我何曾相识 无论你我何曾相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